拜登總統星期五對海軍學院的畢業生表示 他們將會是我們民主的代表及捍衛者 因為自由社會正在受到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及中國海上擴張的威脅 拜登在美國海軍陸戰隊紀念體育館向一千多名剛剛被獸涵的海軍及海軍陸戰隊少衛的畢業典禮上發表演講時表示 西方國家對俄羅斯總統普京在烏克蘭發動的殘酷戰爭的反應表明 這個世界不是按照地理位置結盟而是在價值觀上結盟 他聲稱這次的入侵是對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的基本原則的直接攻擊 他還補充說這就是你們即將進入的世界 拜登表示 普京採出的行動 普京採用我的說話來說就是是企圖將整個歐洲分難化令到他們變成中立 不過拜登表示相反這個是將整個歐洲都北約化 拜登對畢業生表示雖然他們將會學習駕駛最先進的飛機在最先進的艦船上工作 並且利用新的技術 但你們將會使用的是最強大的工具 是我們無與倫比的全球盟友的網絡以及我們夥伴關係的強大 總統對畢業生說 他們將會捍衛國際通行規則特別是在印度太平洋地區 他們將會被要求確保南中國海及其他地區的航行自由 這些長期存在著的海洋原則是全球經濟及全球穩定的基石 他們將會幫助我們在歐洲的盟友和我們在印太地區的盟友聯繫